哈喽,我是猫儿,今天带来的电影是《蜘蛛侠3》 话说在纽约街头,总日都有一个超级英雄荡来荡去 他呢,就是大家的好邻居,打击罪恶的小能手,蜘蛛侠 最近蜘蛛侠可谓是春风得意 一直以来,行侠仗义的事情终于开始发酵 他被评为纽约市最受欢迎的超级英雄 而在此之外呢,他在学校也是成绩优异 还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和玛丽姐谈个恋爱 一切都显得是如此美好 当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最好的朋友哈利 一直认为是蜘蛛侠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所以对蜘蛛侠充满敌意 并暗中使用父亲留下的绿膜药器强化自己 以期替付报仇 这天,蜘蛛侠带着女友玛丽姐去郊外看星星谈恋爱 没想到啊,一颗天外陨石找到了不远处 其上携带的外星际生物偷偷传上了蜘蛛侠 另一边,警察正在追捕一个逃犯杀人 她在逃跑中意外闯入一个量子实验场被卷入实验之中 导致身体从里到外异化成为沙子 从此便拥有了控制泥沙和变化成泥沙的超能力 最近,玛丽姐的事业遭到了重大挫折 而蜘蛛侠又忙着当超级英雄,无暇安慰 再加上蜘蛛侠因为做了警察局长的女儿戴希 为其在庆典上当众信文感谢 从而激起了玛丽姐信中重重的注意 使得两人的感情出现了巨大危机 而蜘蛛侠对此却一无所知 蜘蛛侠心也是够大的 就在她春风得意的档口 哈利却突然出现袭击了她 这种小孩毕竟没有变身 而且对好友也不能痛下杀手 所以只能施展浑身歇数 把哈利打晕了时 没想到这一下正好把哈利打到失去了最近的记忆 这样的结果无疑是最好的 两人又回到了高中时代亲民无见的样子 这种小孩心情大好 便把玛丽姐约到一家法国餐厅准备向她求婚 但是玛丽姐心情正郁闷了 再加上带稀有出现和两人打招呼 使得玛丽姐再次粗意打发 浮笑而去 此时警察局再度传来噩耗 原来杀害班淑的凶手另有其人 正是最近在纽约流窜作案的杀人 蜘蛛侠一听气炸了 熊熊的复仇之火主导了整个内心 正好符合了外星寄生物的寄生条件 于是便寄生到了她身上 这导致蜘蛛侠的战俘变成了诡异的黑色 但是她却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和速度 黑色蜘蛛侠很快便找到了杀人 也没有听她任何解释 似乎自的失神手段彻底消灭了杀人 当然杀人变异后生命力十分顽强 在黑色蜘蛛侠不知道的地方 又偷偷活了过来 另一边 玛丽姐和蜘蛛侠分开后 心里也是无穷的寂寞 便打电话给哈利叙叙就聊聊情什么的 没想到一乱情迷之下 两人稳到了一起 给蜘蛛侠戴了顶小绿帽 不过很快 玛丽姐便意识到这样不对劲 赶紧离开了 可哈利却受此刺激 意外恢复了记忆 想要继续向蜘蛛侠复仇 她先找到玛丽 威胁她和蜘蛛侠分手 又挑衅蜘蛛侠 说是自己把她给绿了 这把蜘蛛侠给气打 当夜就找到了哈利家 在寄生物的驱使下 用炸弹把哈利扎得回了容 此时的蜘蛛侠 已经完全被寄生物遮蔽的内心 开始变得阴暗邪恶 一个新来的同事艾迪 偷偷合成了一张黑色蜘蛛侠犯罪的照片 蜘蛛侠故意把这件事情抖出来 让艾迪身败名裂 当然这一点对方也是咎由自取 不过以蜘蛛侠原本的性格 应该会选择稀释凝人吧 反倒是现在这阴暗邪恶的个性 让她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职位 得到了刻薄的包摄老板 和小气房东的尊重和体谅 不得不说 有时候好人就意味着好欺负啊 但是随着寄生的情况加剧 蜘蛛侠变得越来越邪恶 还故意拉着戴希 来到玛丽剪打工的酒吧 上演了一出打脸的戏 但也就是这一下 把蜘蛛侠给惊醒了 她终于意识到 身上的寄生物 已经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于是跑到教堂中楼 把寄生物给拔了出来 此时艾迪正好在教堂做祷告 祈祷上帝啊 能不能弄死蜘蛛侠 没想到就被掉落下来的 寄生物给缠上了 成为了毒液 因为艾迪刚才已经看到了 蜘蛛侠的真正身份 她找到杀人 想要联手杀死蜘蛛侠 并绑架了玛丽 引诱蜘蛛侠出现 蜘蛛侠看到星远后 知道自己EVR没有把握 只好找到哈利寻求帮助 但是哈利没有和对方联手 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还帮蜘蛛侠呢 这时候就不得不说 有一个好管家的重要性了 在漫威和DC世界中 能胜任管家这个职位的 都不是一般人啊 管家站出来说了两句公道话 当年老爷的伤口 我看了是被自己捅死的 所以少爷不要埋怨蜘蛛侠 还是赶紧去帮忙吧 这个台阶一找 文贵与好联手对抗毒业杀人组合 自然一番大战 那是你来我往精彩分成 具体过程就只能去看原片了 反正最后哈利为了救蜘蛛侠 被毒业给捅死了 然后蜘蛛侠抱走 以钢管大阵 把毒业身上的寄生虫给逼了出来 用一颗炸弹送他去见了上帝 希望上帝能原谅他吧 而杀人也停了手 向蜘蛛侠讲了杀死班淑的内幕 原来杀人的女儿患上了重病 为了给女儿治病 杀人便想抢一笔钱 当杀人抢班淑的汽车时 班淑那慈祥的目光 让杀人想到了自己的亲人 正当他准备放弃枪劫时 同伴冲过来推了他一把 杀人手里的枪意外走火 不小心打死了班淑 为此杀人也一直生活在 后悔和自责之中 说完变化作黄沙飞走了 也没想着人家蜘蛛侠原谅你没 此战结束后 蜘蛛侠参加了哈利的葬礼 这是蜘蛛侠三部曲中 继班淑哈利的父亲之后的 第三次葬礼 果然又想成为超级英雄 注定只能孤独的前行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一只不想长大的猫 我们下期再见哦